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活動呢 就是五百萬的會員紀念禮包 相信大家都已經在官網 或者是大補帖上面都已經看到相關的資訊了 那這邊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些禮包呢 你該不該買 或者是會有什麼樣的 風險跟它的價值存在 那首先我們先看到商城這邊 活動分頁裡面 裡面可以看到三個禮包 一個是密集禮包 然後其他兩個是防具跟武器禮包 那密集禮包的話 他每個帳號可以買一個 防具跟武器禮包 他每個帳號可以買兩個 所以這邊加起來如果你全部要買的話呢 就是四千加四千加兩千 總共一萬的藍賺去買這些禮包 好那買完之後呢 當然大家會去比較 這個價值嘛 你看說買之前呢 大家就會去比較價值 那小編這邊來 從我們的網頁上呢 來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分析 那上面這邊的話 就是禮包內容 這個官網就有了 這個是官網的圖片 所以我就不講 那密集禮包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你可以拿到的是 100個藍賺 你可以拿到100個龍賺 跟這個100個龍賺 那它的價值如何 我們可以直接用 高級龍之戰利品箱 裡面它可以拿到98個龍賺 雖然說是分開0的 可是它總共可以獲得的數量是一樣的 雖然說差兩顆啦 但是我覺得這兩顆其實沒有差很多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用它來算 所以密集箱啊 它這邊的話龍之戰利品箱是800 高級龍之戰利品箱是800 所以它這邊的價值就已經值了800 那第二個是 它可以開到這個 藍布嘛 那它的藍布當然有武器的啊 有防具的啊 有飾品的 那不管你拿到哪一種 你的這個藍布的價值其實都還不錯 那以小編所在的愛神伺服器來講 藍布目前一張 大概價值大概1600左右 那我們也知道說接下來 五月底的時候會推出一個 道具收集冊的這個 算是收集品成就 你可以收集 這個強化過的裝備 然後去換取一些能力 所以 有些人會覺得說 藍布開起來是沒有價值的 事實上 以後的價值可以說是 無窮無盡啊 因為如果說你要換取那一些 道具收集冊的話 你勢必要去用一些藍布 然後來做裝備 所以目前不管你是開到武器的藍布 或者是防具的藍布 或者是數量很少 可以製作的這個 飾品藍布都沒關係 它在未來 我覺得都會有它的價值存在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 所以我是覺得說 藍布的這個密集禮包啊 它的價值 是遠遠遠的 也不是說遠遠的 就是大於它買的這個價值 它這個價格的話 是2000藍鑽 這邊有寫 2000藍鑽 好那 800的高級融資戰利品箱 然後 超過一定價值的藍布 這個的話 密集禮包 我是覺得是可以買 如果說你是無課啊 你可能有一些 打到一些寶 換取這個鑽石的話 或者是你是維克玩家 你想要課一包 來玩玩看的話呢 這個密集禮包 我是覺得是 可以小小去投資它的 反正也只能買一個吧 那再來 防具跟武器的禮包呢 這兩個其實就是 拼運器 好那我們再回過來看它的內容 防具跟武器禮包 基本上就是可以拿到 祝福跟詛咒的防武捲 各一張 各一張 就是你開這一箱 你會拿到這兩張 你開這個防具禮包 你會拿到這兩張 那要注意的是 這邊的捲軸呢 它都是刻印的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在交易所上面去販售 所以基本上它是沒有辦法變現的 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開每天的那個 12萬的捲軸箱嘛 你有機會開到祝福的 可是你沒有機會開到詛咒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詛咒的這個啊 它是有價值的 好那 以小編的伺服器來說 詛咒的武捲 一張大概 420藍鑽 詛咒的防捲 一張大概280藍鑽 所以這邊扣掉的話 紀念禮包的價值 大概還有 1580跟1720藍鑽的這個空間 好那剩下這些空間呢 你就是會拿來抽一些裝備嘛 它一定會隨機開到一個裝備 好那我們 我們從這個武器來看 這裡是抽到武器的這個機率 好那我這邊也幫大家做了統計喔 你開完箱之後呢 有82.97%的機率開到綠裝 那開到藍裝的機率是16.94% 開到紅裝呢 是0.0875 開到紙裝是0.0006 這個是萬分之六 這個十百千萬 0.0006 它這個機率非常的低 可是 只要有開 就有機會 那以這個武器來講啊 綠色的 就不彈 因為這些價值其實是比較低的 除了幽暗十字弓之外 好那但是幽暗十字弓 因為它是雙手武器 雙手弓 所以很少人去提它 那以藍色的武器呢 稀有的武器來看 呃 歐西里斯系列的 都還有點價值 然後赤焰跟沙哈 這兩把弓 算是 呃 他們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 但是這些 這兩把弓的這個價值啊 都是幾乎是在2500 賺以上的 藍色的裝 大概這幾個比較有價值 那紅裝跟紙裝 當然就不用講 這個一定 你只要一開到 紅裝跟紙裝 這個都是超過 遠遠大於 你買箱子的這個價值 好 即使它的機率很低 可是 可能還是會有人會開到 好 那如果是以防具來說呢 防具來說 一樣這個 綠色的部分 綠裝的部分就不提 好 那紙裝的部分 你可以開 臂甲是有價值的 然後靴子也是有價值的 那至於 神官跟武官呢 就 比較少一點 它的價值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基本上 開到的這個機率 還算是可以啊 你只要 這邊的話 藍裝你只要開到這些嘛 就比較不錯了 那紅裝跟紙裝呢 當然也是夢幻一瓶 那防具的話 這邊有一個機率啊 我還是唸給大家聽喔 開到綠裝的機率是38% 防具禮包 開到綠裝 83% 開到藍裝是16.89% 你算16.9% 那開到紅裝呢 這個機率 比剛才的武器 武器禮包還高一點 這個是0.1% 總共喔 紅裝可以開到 有0.1%的機率開到紅裝喔 那紙裝的機率只有0.0006% 一樣很低 一樣很低 但是 都是機會啦 所以 以防具跟武器這兩個箱來講 雖然說 他們的 你很有可能開到後來發現 它的價值其實是不高的 可是 這兩個箱 它 反而是比較有投資 的這個價值 那投資一定有風險嘛 你有高投資就有高報酬 當然也有可能會失敗 那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 只要 你有能力去買這兩包的話 我覺得 就 就 給它買下去吧 如果你有能力買的話 那如果沒有能力買的話 或者是你的預算真的不夠 我覺得也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去充這個東西 因為 同樣的錢 你可能 把它再去投資一張藍布啊 或者是 投資一些裝備 或許對你會 更有價值 那 因為這個 它沒有保底 它沒有絕對的保底 保底是一定可以抽到一個 可是它沒有絕對保你說 一定會抽到哪一個 所以 這個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武器跟防具相似 抽機率 抽運氣 運氣好 就賺 運氣不好 就摸摸鼻子 這樣子 好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 防具部分 防具禮包的部分 它目前台版開放的 紙裝 只有一個 就是 反叛者盾牌 所以 它在這邊給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 傳說的製作秘笈 一個是 反叛者盾牌 所以 你可能開到這個 傳說秘笈 那如果你開到之後 也可以等一下 就是 等日後 有新的這個 裝備再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傳說秘笈去做 譬如說 未來可能會開放黑妖 開放黑妖的這個 傳說武器 傳說裝備 或者是 騎士 王族的傳說裝備 這些你都可以去 製作 那你可以先把它留著 如果有抽到的話 那在 紅色的這邊 紅色英雄集的部分 它也有給 英雄的製作秘笈 上面這裡 武器箱裡面是沒有給的 武器箱裡面全都是武器 可是防具箱裡面 它這裡有給傳說 跟英雄的製作秘笈 這個大家可以來留意一下 所以總結來說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就給它課一課 抽抽看有沒有這個機率 但是如果你真的預算不夠的話 建議大家就是 小課的話 就是買這個 密集禮包 買密集禮包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都不課的話 那當然就 當然就 沒有這個 打開商城的必要了嘛 就是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這個活動出什麼東西 好 那嚴格來說 應該說 呃 我是覺得這個活動 它比較沒有這個 比較沒有討論的彈性 因為機率的東西 而且有少少的 少少的這個購買量 所以 課長想要大課的機會 也 它也發揮不出來 所以 真的會抽到好裝備 整個伺服器上 可能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運氣 這個已經不是課長狂抽啊 就可以開到一些好裝備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所以 但回過頭來說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買這種箱子的話 不要只看價值 像有些人會覺得說 不會回本 你不會回本 我就不要買 或者是覺得說 橘子出這個禮包是 怎麼講 是非常的 坑人 我覺得不要這樣想 因為 其實 橘子沒有 沒有逼 沒有逼任何玩家去 買他的商品 那他的價值 跟他的風險 他都已經公告給大家看了 你可不可 其實決定在你自己的 手 跟你自己的腦袋嘛 所以 沒有人逼你花錢 那真的要買的話 就是 衡量自己的能力 量力而為 那 抽機率的東西 就是 沒有一定 他沒有 他沒有絕對會讓你抽到什麼東西 那 你抽到壞的當然 以這個比例來說 他都已經寫給你看了嘛 你只有幾 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會抽到 好的東西 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會抽到 大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有價值的東西 他都寫給你看了喔 所以 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不要說買了之後 還在 才來抱怨說 為什麼我都抽不到這個東西 幾率都寫給你看了 就是 這麼清楚 那這樣子 如果還要抱怨的話 那當然 那當然也是你的自由啦 因為 有些人抽不到東西 他確實會比較 喔 那這個 這個小兵也可以理解 不過這個遊戲就是這樣 從入天堂的第一天 我們 我們就知道這個是一個 一個坑嘛 對不對 他會讓你花很多的錢 或者是 當然也有很多的 快樂跟不快樂 那如果說你偶爾上一次電視 比如說你打到了一張 房捲 或者是封印房捲 藍房布啦 封印的藍房布 這個 我覺得都是一些小小的驚喜 在遊戲裡面 好 那 這一個分析呢 大概簡單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 可以在這個文章底下 留言 影片下面也可以 那 粉絲團裡面也可以 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還要再聽聽 其他的這個 實況主啊 或者是高手的分析的話呢 小編日後的這個平息啊 我 我如果說 這個直播主允許的話 我們會把一些直播的影片 那結局他 重要的一個部分 應該說把這個時間啊 我會調整到 呃 直播主他們在講這一塊的時間 讓大家去聽聽看 別的直播主 別的實況主 他們 怎麼樣來看 這個 新的活動 或者是商城禮包 或者是對於遊戲的一些 呃 分析 我們 未來會這樣子 慢慢的把 把這個意見呢 我們把它做一個比較 多元的整合 讓大家一次可以看到 比較多的 東西 而不是說都只有小編的這個意見啊 然後 對不對 讓大家看得也比較開心一點 比較盡心一點 比較盡心一點 那像這個小雨啊 小雨是我們伺服器的一個實況主 好 那他 他的直播的東西也很有內容 那也算 很用心的在經營他的 這個實況平台 那 現在 我先把他的這個實況放上來是 希望大家 呃 多聽聽看其他人的這個 心得 那當然 如果喜歡他的頻道的話 喜歡聽他的分析的話 我這邊都有放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去他的頻道 按訂閱 或者是 呃 按通知 都可以 那今天這個 呃 介紹呢 就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呢 一樣在影片的右下角 喔 Youtube的右下角 幫我們看 呃 按一下訂閱 或者是按一下鈴鐺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